在一般单缸四气门引擎的气门结构中 每一缸包含有两个摇背和两个兔轮 而在VTEC结构中 再增设一个中间摇背和高速兔轮 这就是VTEC引擎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是如何作用的 这是一根VTEC突轮轴 突轮轴的两端为低速突轮 而中央部分则为高速突轮 第一和第二摇背在低速时控制气门 而中央部分的中央摇背在高速时驱动气门 无效运动弹簧 在低转速的时候将摇背顶住 如此便可以在低速和高速之间顺畅地进行变换 它同时在高速期间可以成为气门弹簧的一部分 这三个摇背的特征是 有两个溢压活塞可以与摇背结合或是分离 第一摇背内有同步活塞A 以及作用时的游道 而中间摇背内则有同步活塞B 第二摇背内有一个阻挡活塞和回味弹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摇背的作用情形 当车速低的时候 在突轮轴两端的第一摇背 以及第二摇背以不同的方式作动 但是在高速的时候 所有的摇背都一起作动 现在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摇背的作动情形 这是在低速时的摇背作动状况 而这是在高速时的摇背作动状况 利用同步活塞 即可以进行自低速到高速期间的转换 但是高速到低速的转换 则是利用回味弹簧的弹力 接着我们使用实车来说明这些转变的过程 在高速时 油压的作用情形如影片中所示 相反的 这里是低速时油压作用的情形 当气门没有被顶到的时候 摇背的作用状况才会变换 例如当油压作用在同步活塞 而且气门被突轮轴突鼻所压到的时候 摇背的作用状况便无法变换 变换仅在气门没有被顶到的时候发生 经由气门证实和举声高度的改变 以提供低速到中速时 所需要的理想气门证实和气门举声高度 在高速时 气门证实和举声高度 均可以达到理想的状态 现在让我们来比较高速和低速时的作动情形 你可以看见在高速时 气门举声高度较高 此段的长度代表气门打开的高度 而高速的气门高度用黄色记号表示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 在高速时的气门开启高度较大 低速时第二摇背的作用 我们使用绿色线表示 而蓝色代表第一摇背 与高速时气门开启的高度比较 绿色和蓝色开启的高度都很小 以上便是VTEC机构的作用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